其實在 剛才那個資源回收業者 替大家整理這麼多 其實我看到 過去這麼多的新聞報紙 其實我一度以為 一度以為賴清德要留任了 對 一度以為蔡英文 真的很真心 誠意的 叫你自由時報少看一點 所以有的報紙不一定是實話 所以我一度以為 假新聞 假新聞 一度以為 一度以為真的是賴清德 想要去對於未來行政黨 多做一份考量 因為感覺蔡英文很真心 蔡英文很真心 而且以蘇貞昌的個性 當蔡英文講說說 我連問他都還沒問 他怎麼會答應 要是換了 他是很硬的人 聽了這種話的話 很多正人物就不會去了 你等於公開的是說 我還沒問題 你就私底下放話 你把我看成算什麼 以後你如果想要做這位的話 你也是要聽我的 所以感覺有一種 下馬威的味道 所以以蘇貞昌 這樣一個強硬個性的人 我在看了那一則新聞的時候 我覺得說不定賴清德會留任 會留任 況且很多的獨派的大老爺 還有其他民進黨的一些 基層的黨的朋友 都說未來2020 唯一的勝選方程式 就是蔡賴沛 好 但你民進黨基層 覺得蔡賴沛很棒 是這個勝選唯一的機會 為什麼不讓賴清德 繼續當行政院長 如果說你要去把他 不要去做賴蔡賴的考量的話 你把他放走 基本上只是縱虎歸山 你讓賴清德有其他整頓的機會 你看過去很多的行政院長 或是在要參取總統大選人 這一年的時間 大概分為兩個部分 前三個月 假裝我是一個學者 然後去到處遊歷 看看英國的經驗 看看美國的經驗 然後來把我自己 未來治國的想法 寫一些報告 或者來透過臉書 或其他網路方式 來做 出書 來做一個捧莫自己 把自己超多是一種 地方政治首長那種格局 就是我是國家領導人 我看得很遠 然後我在過去行政院長 任內 因為怎麼樣的原因 我本來想做的事情 我沒有做到 但我看看其他別國的經驗 可以 證明我的想法 沒錯 你都把書的各章的章節 都寫好了 都寫好了 大概就是前三個月幹這個事 中間開始回來 然後到處把台灣再走一圈 拿來爭取黨內的提名 提名過了 正式進入選舉階段 所以你一個 有這樣的企圖的人 總統怎麼可能把他放走 一定是放在旁邊好好看管 一定看管說你一個什麼政策 要跟我的想法 要做一些磨合 你有一些團隊有不對的地方 我可以就近來做一些指導 所以你這個賴靖德的離開 我比較傾向就是 民進黨裡面有一派人 希望賴靖德不要陪葬 不要陪葬 保護在賴靖德 對 第一個 2020假設 假設萬一出現不幸的情況的話 民進黨還留一脈香火 還留一脈香火 還有一個敵長子 可以繼續維持這個 最佳大業大的民進黨 徐途再起 OK 如果說勝選的話 如果大家未來對於蔡英文來說 其實勝選的 也很多人抱以太大的期待 抱以太大的期待 所以我覺得賴靖德 他是一個算是有主張的政治人物 他並不是一個太隨波逐流的人 我覺得他還算是有自己的看法 一個務實的態度工作者 自己都敢講這個 務實的態度工作者 然後最後這樣 全黨共識還是堅持不留 所以算是自己很有想法的人 所以我覺得他的離開 我覺得對於蔡英文來說 是一種威脅 我覺得是一種威脅比較大 所以你再看未來的2020 我覺得蔡賴沛的機率 我自己的評估是比較低 賴不願意 賴不願意 再來第二個 你當成一個陽春的副總統候選人 基本上是很痛苦的 也沒有空間去發揮 你自己個人的才能 大概就是私下 他可能只能當候選人 不一定能夠真的當副總統 你就像之前的大仁哥 有沒有 在選舉期間大仁哥 他除了到處亮相揮揮手 覺得我是一個暖男之外 其他的不知道他的競選的才幹 在哪裡 因為他沒有實質的政治的位置 可以發揮他自己的才幹 同樣的 你如果做個光感的副總統候選人 你很難有表現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這樣看 我覺得蔡賴沛的機率下降 問有沒有可能蔡英文 在配蘇貞昌 我倒覺得也不無這個機會 因為蘇貞昌掌握了新北 最大的派向400多萬 然後桃園又是鄭文燦的 然後南部當然因為寒流星期 黃偉哲就稍微受限了 但是以掌握這麼大一個票倉來說 我覺得那個政治企圖性跟盤算 純粹不是因為他的執行力很強 執行力很強能多的是 不差蘇貞昌一個 所以我覺得未來 反而蔡英文配蘇貞昌的機率 我覺得看漲 而且蘇貞昌當副總統 也可以壓制黨內的毒害的力量 世傑 你最準了 你當時就說賴清德一定要走 一定不能留 你看 真的走了 雖然晚了48天 我覺得賴清德還好走了 賴清德如果留下來 一定被說是戀戰 稍微走慢一點 你看剛剛就說他身影不漂亮 如果說他現在很堅定的走 剛才施剛又說了 說賴清德這是要切割 說賴清德不陪葬 我覺得這個賴清德做得好難 是不是人才 那是不是好 是不是怎麼樣 國資大財等等 其實那都歧視最重要 個人的意願 中頂山林 各有其志 我覺得賴清德很好 多數國人也覺得他很好 可是他沒有意願 我們就是尊重他 他沒有這個意願 我們就不去多揣測 說他是什麼樣的心智 或者說他有什麼另外一個盤算 其實賴清德不是那麼複雜的人 你如果冷靜去分析賴清德 他本身 你跟賴清德很熟嗎 不算很熟 所以我這樣看 其實看得會更透徹 我跟他以前在立法院 我同事過 所以也算熟 但是又不算那麼熟 所以這樣來看其實更客觀 你覺得他會跟蔡英文 在2020搭配競選 我是希望他搭配 你希望蔡萊配 對 我是希望這樣 但是我在想還是剛剛講的 必須尊重賴清德他自己的志願 我覺得剛剛大家的批評 跟社會上現在很多聲音一樣 就是極盡焦餘之能事 極盡焦餘之能事 可是大家有一個共同的 一種那種險惡的看法 我覺得那種險惡的心境不好 那種心境就是說 以成敗論英雄 像現在講說什麼 這個是敗選者聯盟 我覺得這種話是不但酸 而且是很不好 其實他們兩位 只不過是選輸了而已 就這一次輸而已 你看蘇貞昌過去 他兩屆的當時台北縣長的任內 他都高票當選 他把台北縣治理得那麼好 台北縣是現在新北市預算支援 當時只有三分之一 結果你看 新北市的風貌 大部分都是在蘇貞昌那八年 去做到現在那個雛形 那個風貌 不過今天台北市長柯文哲 有出來幫敗選者聯盟 這件事情說話 他說不是失敗了 就什麼事都不能做 所以他也肯定這個內閣的組成 你怎麼跟蔡文哲意見一致 柯文哲那個是不安好心的 柯文哲很壞的 他講什麼話都是 我覺得柯文哲的這個 不要當一回事 因為他是很壞心眼的人 他的祝福不算祝福 他隨時會變的 要因人肺炎 他的看法跟這個自私一樣的 對 他這個看法真的一樣 他不能夠因為失敗過一次 就說他不能做別的事 不同的出發點 我的出發點是善意的 柯文哲的出發點是邪惡的 聽得出來 對 所以撇開這些不講 像陳希邁 他五屆的國會議員任內 他都是評比他都是第一名 他代理的高雄市長的任內 也都做的 我想大家可以去看過去 他的那些資歷 他過去得到的評語等等 所以剛剛吃剛皮的說 如果蔡賴佩 賴清德不願意 你說要尊重個人意願 蔡蘇佩你覺得如何 蔡蘇佩當然是很好 不雅於蔡賴佩 但是這個也是 就是要看他們兩位 他們兩位的意願如何 那麼以蘇貞昌執行力之強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組合跟考慮 看這一次這樣的一個內閣 整個改組的一個分配 我個人的推斷是 民進黨各派系 應該已經有一個共識 這個共識就是 想方設法要在2020年 要繼續執政 我覺得這是他們的最大的共識 那事件在這邊 他們有提反對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是他們的 繼續執政當然是共識 一定要繼續執政的 繼續執政是他們的最大的共識 蔡英文到目前為止 沒有意思要讓下來 就是他沒有意思要讓 繼續執政跟是不是蔡英文 這兩件事情 可能還沒有辦法完全等 對 這比較支持 立文的分析就是說 蔡英文選政的賴清德搭配 我覺得這個機率是比較高的 我個人推斷 我為什麼會這樣來推斷 這樣的一個搭配最高 是因為蔡英文 現在已經站在第一線了 因為他已經多次的強調 他要站在第一線 他不會再站在第二線 而且他的行為動作已經表明了 他就是站在第一線 總統站在第一線 就壓縮了行政院院長的空間了 因為總統對於任何大小事 都發表意見的時候 行政院院長基本上跟總統唱反調 的可能性就沒有了 總統對非洲豬瘟 也跑去金門看 你行政院院長就沒有辦法 再跑到金門去看這個非洲豬瘟 那麼總統對於這個 習近平的元旦談話 兩岸的問題的時候 你行政院院長要再發表 跟總統意見不一樣的空間 也就沒有了 但是以目前的情況來看的話 蔡英文是對於台灣的大小事 他都直接說了 包括有所謂的稅計剩餘 他想把他發給弱勢團體 他什麼都說了 所以以目前蔡英文現在的做法來講 他會一直不斷的在表達他的想法 一直不斷表達他的想法的情形下了之後 他講出來的 基本上來講你行政院院長 沒辦法跟他唱反調 因此行政院院長的空間 事實上只要總統話講越多 行政院院長能夠施政的空間 也就越小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賴清德離開之前 總辭之前就是把預算案都已經送出來了 我們在昨天已經跟各位觀眾朋友強調 就是稅出稅入跟稅計剩餘 其實就是來自於賴清德想要做什麼 然後編出一堆的預算 因為他要實施他的證務 所以我們叫做稅出預算 然後接著就編出稅入預算來去執行 所以蘇天上也只能夠根據賴清德 已經送到立法院通過的法定預算 裡面來開始執行 所以蘇天上能執行的 就是賴清德規劃好的這些空間 第二個他能夠做的 就是在蔡英文沒有講話的空間中來做 要不就是把蔡英文講過的來落實 所以很明顯的 蘇天上的執政空間 沒有什麼戰鬥內閣 什麼都沒有 其實什麼執行立場都沒有 其實就一個就是選舉內閣 也就是說蘇天上的特質在哪裡 蘇天上是一個保經選舉 歷念的一個政治人物 他全身都是政治細胞 只要媒體一在 那個攝影機一放 他馬上就可以開始演戲 而且他的政治演戲是 非常的高明 這種 然後他隨時都可以很萌 不管他幾歲了 他可以跟小朋友一樣很可愛 然後都可以 你要他做快想想的動作他也可以 你要他做帥的動作都可以 你要他怎麼樣 他都完全可以 因為他全身充滿了政治細胞 只要有媒體記者在的時候 他就變成一個舞台 那個舞台就叫做政治舞台 他就是舞台上的演員 而且他的演戲的細胞能力 非常的好 賴教授的那一些 描述政治表演 我覺得那用來形容 馬英九比較貼切 形容馬英九比較貼切